看完这条资讯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电话簿方面的资讯 还记得当年黄叶电话簿的普及程度吗 但如今这样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目前只有4%的奥克兰家庭选择接收打印的电话簿 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去年在奥克兰市一共有49万本打印的电话簿 被投提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而今年的情况是到这个月 打印电话簿的投放量已经减少了21000本 奥克兰通讯和信息部的官员说 人们总是想找到更为快捷的办法 如今奥克兰人更习惯用电脑手机来获取信息 而这并不需要翻看打印的电话簿